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色斑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這個人除了對自己有要求之外 葉德閒 對身邊的人也很有要求 跟他拍劇就死了 因為永遠不遲到得 你一定要讀色劇本 你不要廢紙仔 要不然你又不要於我拍 遲到被人罵 他就是一個很嚴謹的人 不准說髒話 你一定做不到他的朋友 不是的 他很多朋友都說髒話 有幾段情 第一 因為劉德華 無止情 因為拍電影 拍電視都做過他媽媽 他們公開承認 以前逢華仔做演唱會都聘請他的 而葉德閒開演唱會 劉德華也出現過 兩次 沒有錯因為我有看 劉德華演唱會我這麼大兒子沒看過 不用看了 劉德華 OK啦 聽碟就行了 那不是的 捧偶像 但我只是說 是成的 但是跟他很老友的 例如有倫永亮 年輕一點 近期有個姓趙的音樂人 趙 趙什麼 趙我偶像彈琴好厲害那個趙曾希 沒錯 近期做了一次演唱會 就是倫永亮趙曾希加他 因為我有看 趙曾希 趙曾希是一個音樂人 趙曾希呢 我們會不會可以說一次講趙曾希 就是最大的問題是沒有view 不是啊 我們可以一直做的 我們可以引到 因為趙曾希對錢不是很敏感 所以他也跟很多女歌 陳潔儀 沒錯 真厲害 因為陳潔儀我很喜歡聽他唱歌 那把聲音一開 陳潔儀 他們真的那個 合拍程度爆了 陳潔儀 那不止他 其實他中橫四海 裡面都收了兩個同劇的演員做契女的 但已經是離開了 不是離開了人生 離開了這個圈子 嫁了人打毒 當時大家都收契女 好得後輩尊重 譬如張志林、盧巧音、恩楚善這些人 加開了口 就是我們的電力姐姐 因為有要求 他知道跟你一起 他一定要做得好些 如果你做得不好 根本上 都不能夠在他身邊做到任何事情 林一鋒 羅大佑 講到這裏 再次講感情 結婚 嫁了個騎士 他只有一段感情 我們嫁了個騎士 我媽今天很厲害 說得出騎士叫什麽名字 叫什麽名字 鄭康葉 鄭康葉 對不起 鄭康葉 爛滾 生了一對子女 然後就離婚 跟蕭若元先生拍了一陣子 拍了一陣子多 不知道什麽事分手 這些又八卦不到 之後斷斷續續 沒有什麽緋聞 簡直是零緋聞 其實沒有 有的 可能偶爾看到一個男人吃飯 其實很多交際聽說 但是真的承認做男女朋友 因為這個都是列女 好明顯 那他今年已經七十歲了 七十一 七十一 其實年紀不少 但是蕭先生就年紀兩年 蕭先生 蕭先生未夠七十一六九 那一天 那一天 就要不是那一天 就是那個人 你現在不是那一天 那個人 是那個人 那個人 有一個人 那個人 她的歌詞 她的唱法 你是不是想起自己 聽這首歌 但是她的感情去到那個位置 等同她現在社運 她看到那些年輕人 如果你用這首歌 你就明白 她看年輕人 做別人的父母 應該怎麼做 因為她和子女的關係很疏離 她說她兩個子女都在香港移民了 是的 在加拿大 她有聯絡的 有段時間沒有聯絡 早幾年說是聯絡的 但是她是說回她的感情和她的生活 所以大家如果聽完這節目可以聽一下赤子 但是最記得八眼檔 聽一下我們說梅艷芳 我們被以為說得最好的 被以為 被誰以為 我和你 那都OK的 其實很多人聽過都OK的 她是做很多公益的 不出聲 就不用告訴你 我近期和香港電台拍了一些 那些什麼坐巴士 坐地鐵的壞行為 是不收紛紋 但是不知道以後有沒有得播了 為什麼 那你支持反送中 明天就要封殺你了 兩樣東西來的 是不是 這些是我跟你覺得 有一個公信力的人去做這些 令到大家接受的 那當然了 那段廣告其實我覺得很神奇 你說說習三場就打架了 不是 我覺得她又是over了 那個廣告有一點 是嗎 你也可以這樣說 但是問題就是 難得有一個藝人 不修 香港認受性很高 因為雨傘民同 她是真的出來的 也都一起合唱 撐起雨傘 是 沒錯 她是支持的 走得是相當前的 得到陶姐 沒多久她就已經 在每一個社運的時候 她都出來 她做十三績 你想一的 我最終不覺得妳 essence 是 其實我們的治療 就是說 Muhammad 後悔 我們出不來得到 他最終的 你看 大家動手 你說這個ád Web 我們的治療 那個оме 他好像我這樣 自己默默地走 你拍到我就是你拍到我 拍不到我當然不是Danny姐 只是我們覺得要出現 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夠缺席 好像昨天我這樣 因為我要回來6月5日 早上和下午 我都離開了 都兜兜個圈 心裏面有這樣的事 Danny姐也都放在那裡 她6月9日第一次遊行 是不是 她也有出來的 這個過程是6月9日 有出來 每一次都有出來 這個過程是7月9日 但是有些人 賺大錢 譚詠麟要上市了 中鎮頭 幾十歲的人 下大雨 特意穿白色衣服出來 等你 好像給他見石身材 扮年 我們這些不說了 雖然很少人 在大陸很少人聽他的歌 也都未必 除了有些老一輩的影迷 知道哪一個叫葉德閒之外 那她在網易的雲音樂 QQ音樂 浩九音樂 蝦米音樂 全部的歌 其實我又沒有反對你共產黨 也都沒有反對你 我只叫你不要立這條法例而已 就是下架了 全部下架了 這個就是葉德閒 雖然我都不覺得這些收益 對她來說是很重要的 也都不是說 去到這個時候 也都不等這兩頓飯開 因為葉德閒 因為她是一個相當簡單的人 她本身是一個簡單的人 其實《美中不足》我聽過不夠兩次 聽一下 我經常覺得她們好像 這些歌 兩首歌是不是有點母子戀 會不會啊 感覺啦 但是許智安呢 真是要多得葉德閒的 誰啊 其實呢 美中不足呢 令到許智安 其實許智安真的沒有紅過的 也有的 不是第一線啦 只是一線底 能夠擺得上來就永遠都是 不 人家只記得這首 我不知為何 因為是跟鄭秀民 你們覺得是記得這首 是 廚房孫賢 這些 實際上你放得上桌面有哪個show 哪樣東西 或者人格而已 跟著都有的 最多人認識的就是張冰山劈開 但是我聽過許智安演唱會 不是太差 都可以接受的 我沒有說唱歌和紅是兩件事 唱歌很好 很聰明的人 香港大把 大陸都大把 那蘇永康唱歌都好聽 不過他是紅不到的 紅的 曾經紅過 唱歌真的好聽 有兩首歌是紅的 失眠啊 越問越傷心 失眠剛剛出來 失眠的時候不要說了 因為其實我們在捱時間慘 失眠為什麼呢 那時候林珊珊每一次做節目 他都播失眠的 他說聽完這首歌 那晚真的會失眠 所以林珊珊大力推介 接著越問越傷心 橫掃了 其實很多首歌都好聽 蘇永康 我睡覺之前都會聽 其實在大陸有兩首歌 他一直到Vol 還有很多事 也買相關於美國和這 déri 又買了一個多所 而不是 或者這一抓 還沒有 李扯erson 要是 每 posture 因為它會走 一些最主要是 那些粵做起來 這首歌有一個版本是任賢齊家蘇永康的 我覺得這個更加好聽 接著講葉德閒 其實許智安真的能推到車邊 因為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葉德閒已經上了殿堂級了 他未必是最紅的 但是最值得人尊重 還有他出來他們的音樂的要求 所以他在這裏 所以才有趙曾禧 倫永亮這些人 其實應該是兩年前 他這個show 不是在紅館開的 在什麼展覽中心 博覽啊 機場那個 還是狗展 狗展 在狗展開好像有點流 幾千人 我不記得了 就是六七千人 其實他只佔三分一個show 但是沒有葉德閒基本上就不用買票 還有那時候 倫永亮唱一首 趙曾經唱一首 講香港的舊時代 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葉德閒已經是 那個腦態很厲害 就是那個會議展覽中心 會議展覽中心 就是香港灣仔 會議展覽中心 就是經常被人包圍那裏 大家記住 當年去看 因為我是一個演唱會的常客 是沒有看過劉德華 沒有看過劉德華 我和張國榮這兩個人 張國榮你都沒有看過 很遺憾 因為我喜歡譚詠麟 不關事的 所以我咬唱片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譚詠麟 反而說真的 我都說譚詠麟 許冠傑 徐小鳳 開演唱會 第一次開 我就已經 以後每一次都有見到我 即是 那時候年輕人 死慣死看都要去看 因為 因為許冠傑那時候 事遇事類 一開演唱會的時候 83年我就應該這樣 你知道現在演唱會票 最貴是多少錢 一般980元 普通的 容祖兒又買兩張 我們不是說業德華 不是啊 講演唱會 我突然想說 現在演唱會真的很貴 我們有一個 叫我們都市這樣長大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講演唱會 從小到大 從那個時候 我們在大專會堂 那時候講 是值得人尊重的 到今時今日 她走出來 就是香港一個icon 是不是 一個獨立的女人 是不是 因為那個老公爛滾 所以 我要分手 即使我有子女 我們不會以家庭為重 是不是 要以自身女性的價值 走出來 接著在演藝界 做很多 只要有發揮的角色 你聽到 有發揮的角色 其實很年輕的時候 她已經 是做人媽媽的了 是啊 你明不明白 不是你覺得她年輕 可能是四十幾 做媽媽 我告訴你 沒有四十幾 是嗎 三十幾 我們講 劉德華出道了多久 三十幾年 應該 那她今年七十一 我說劉德華 劉德華今年五十七 一個 怎樣生到這麼大的兒子 十四歲 十四歲 沒有玩 怎樣生到淘大雨 那也是 不是她的老態 她的樣子比較老態 現在這樣說 有得發揮 劇本好 她是不介意做的 何況 她是 做了聶瑩 她才做 貓頭鷹與小飛像 這些電影 她是做女主角的 再說她是做女主角的 她肥了 她又不介意做龍國雞蓮 做周星馳 怕周星馳 她又不介意做黑馬王子 是不是 其實就是這樣 那這個人 是女性主義很強烈的人 性格很剛強 對自己很有要求 對別人都有要求 所以她覺得有些不對的東西 她會出聲 所以到現在晚年 晚年都71了 她依然香港需要她的時候 她覺得有些東西不對的時候 她依然走出來 為我們香港市民 為一些年青人 為公義去發聲 做她應該做的事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葉德閑 也都為什麼 要講她幾乎 她在省上 跟我們差不多 劉德華有要求 林奕年 劉美君 但是劉美君 我不會講錯話 總之現在就英國 支持警方 你可以了解多些 因爲其實這些 喜歡他的人 都是列類 是不是 現在林奕年是減產 其實應該說林奕年 一個愛情至上 只要你是有才華 不計錢 不計年紀 不用理 你是有才華就行了 這個是我的 我是她的頭號粉絲 和大家拜拜 拜拜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